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尚詩 我是Eric 歡迎來到第二集的 音樂家的小時候 上一集你們猜對了多少的音樂家呢 其實有幾題真的很崩潰難 我覺得普朗科真的是不得了 然後再來今天也要再跟大家猜 五位 今天的懲罰呢是 穿古裝 嗯 下去買星巴克 我覺得這種穿樂句的感覺啦 而且講話就是要古裝的 臣妾想要一杯熱拿鐵 敢問臣妾可否拿一支吸管啊 哎呀 臣妾該死 臣妾萬萬不知道要自己準備吸管 臣妾該死 臣妾不知道現在已經沒有吸管了 對 就是要這樣演 就這樣子 你也要這樣子 如果是你要這樣 可是我是男的要怎麼樣 正知道現在吸管的議題嚴重 我正以為 我正以為仍然能提供吸管 你們這些大膽刁民竟然叫我用嘴直接舔這個飲料 之類的 好 可以嗎 好嗎 可以啊 必須做到 好 OK 來了 反正我又會贏了 所以那些事情都是你去做 所以I don't care 你掃來了 你掃來了 她是不是 她是 掃得像小木偶 不行負責笑 哦 哦 完蛋了 你這個感覺都沒有 呵 太小了啦 這可是誰啦 工作人員以後不可以找五歲 你要掰嗎 我掰 我覺得它應該是他啦 你猜嘛 不是 對不起我可以再看一次嗎 不是那個臉怎麼可能啊 它無辜的雙眼 它是個像狗狗般的雙眼 你覺得自己嗎 你 等一下 你不改了嗎 我覺得你改的蠻好的 真的嗎 雖然我也不是寫這個 你是誰 夢得爾頌 為什麼我寫夢得爾頌 是因為夢得爾頌小時候長得非常美 像洋娃娃一樣 有可能是夢得爾頌 因為 你看到工作人員的臉是這樣 你是不是覺得你自己在那邊 對 這是蘇伯特 我沒有人答對嗎 我叫你說不要猜 對 但是我跟你講 夢得爾頌是有可能的 你知道為什麼 像洋娃 不是重點是因為他家以前很有錢 對 然後他小時候有辦法被畫肖像話 你一定要夠有錢 不然你不可能花都沒有 不會啊 大家都有得畫 只是我畫到更不可能 你說你要肖像話我也是能幫你畫 他沒錢的嗎 就講究點 到底是誰 誰啊 等一下 怎麼可能啊 你是不是電腦被害了 你確定嗎 怎麼可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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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貝多芬 我不想你 你給我拿過來 媽媽我可以吃糖果嗎 這個 不是他小時候一直被他爸打 他長得這樣 可能是還沒被打得長得那麼可愛 打一打就變成性情暴力 不可能啊 你電腦一定被害了 好吧 真的輸給了貝多芬 這個太小了 好我們感到非常抱歉 月勝貝多芬 我們竟然沒有辦法參透 好不好 生於1770年12月16號 不要卡彈 12月16號是射手座 1827年3月26號 他享年56歲 最著名的東西 從第一號到19號 全部都有名叫爆點 然後皺明曲 三色皺明曲 鋼琴的新約聖經 給愛麗絲 還有什麼 樂色 還有什麼 你聲音是不是啞掉 他也是德國三大逼 他也是德國三大逼 炸粉 不要再三大逼很沒禮貌 古典樂派銜接浪漫樂派 非常重要的一位作曲家 沒錯沒錯 OK好下一題 我們沒有答對貝多芬我們真的很悲劇 因為我們就失去了一個很棒的音樂甲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接下來可能都不會死 完蛋了 我知道答案了 這個OK啦 這可以嗎 這可以啦 他找得不夠小 這個人長這樣太有名了 你完全答錯了 真的假的 哈哈哈 你寫誰 這個我滿確定的喔 好你寫誰嗎 你不能改了喔 好我不會改啊 好你先拿起來 你跟大家講啊 你知道啊你要跟大家講嗎 夢德頌 李斯特 絕對不會錯 為什麼 欸你真的沒有彈鋼琴 我覺得你活該耶 不是啊不能這樣子吧 不是他就長這樣 那你知道他就是長到這樣小鮮肉 這樣帥到齁 他在彈音樂會的時候 台下美安瘋掉 那個很多畫面的場景 很多畫都會形容他的音樂會 就是像現在那種感覺 就這樣類似那種 怎麼講可能像 欸所以這題不算嘛對不對 這不算什麼啦 找得不夠老啊 反正他就像現在的演唱會一樣 大家都會尖角那一種 然後美安會把內褲啊內衣這樣子 丟到台上 然後丟花丟什麼東西丟這樣 李斯特 生於1811年10月22號 死於1886年7月31號 最著名的作品 好 欸可是李斯特沒有寫一個場底嗎 沒有 所以這題不公平啊 這個不公平了沒有關係 來 非常有名鋼琴的 彈丁 Donte Donte Paganene 唐槐瑞 他是非常著名的浪漫樂派的音樂家 非常代表的浪漫樂派音樂家 然後非常的帥氣 是的 大家請注意 天哪 Oh my god Oh who are you 這又是一張照片 Little boy 喔呦 這很絕望 他真的出的都是有名的 但是我真的 你不要再這樣子了好不好 你結果在夢德的宋 沒有夢德的宋了啦 你在寫什麼 沒箱啦 你寫誰 石頭老師 哪一個石頭老師 緣無曲那個小約翰 小約翰什麼 有人答對嗎 一定是沒有人答對的 我覺得他沒救了 這個不可能啦 這到底是誰啊 石頭條件不行 我連他老的都沒有看過 好啦我們也是借機會 讓大家看看石科來賓長什麼樣子 虧我還談過超多石科來賓的鋼琴作品 他的鋼琴作品非常棒 我非常喜歡他的和聲色彩非常的特別 他算是後浪漫嘛 後浪漫接近現代的嘛 對對對 然後我們先講一下石科來賓 他是生於1872年1月6號 死於1915年4月27號 他小年只有43歲 其實有時候活的算蠻短的 我大學跟研究所的時候 都非常常談石科來賓的作品 是 真的我談過他的手拿他很多手 他的那個鋼琴手曲也超好聽的 然後他的石科來賓的練習曲也超棒 然後我有做過一些他的簡單的就是報告 他其實是一個很很特殊的人 他崇拜一些奇怪的神秘主義還什麼東西 在他的作品裡面 他認為音樂上最高潮的那種東西 其實就跟性愛上面的那種感覺是一樣的 就是到達最高峰的時候 所以他其實在有一些術語上面 他甚至會寫什麼 愛福的 或是什麼一些比較露骨的一些字眼這樣 是很特別的人 他把他自己整個這種熱情澎湃的東西 全部灌注在他音樂裡面 那最著名的作品有 我剛剛講他寫鋼琴作品都非常有名 練習曲Sonata都非常有名 然後普羅米修斯 火之詩 狂喜之詩 神聖之詩 這些都非常有名 他還有一個很特別的一個 算是能力吧 他有共感覺 共感覺是什麼 就是聽了一個和聲 或是聽了一個聲音 咖啡色 會有什麼顏色的反應 對 那不只他有 梅香也有 梅香跟他都有共感覺 所以這一題應該算我對對不對 為什麼 我剛剛猜梅香啊 梅香是史克里亞賓嗎 不是啊 但他們都有共感覺 沒有他們都有共感覺 就像是我青光眼 你也青光眼 怎麼樣我們是同一個人嗎 不是問題是我 欸真的很過分欸 欸這個很扯啊 這個不行啦 我跟你講你給我看再久 我都沒有辦法了欸 我跟你講 我從這樣子 我分析出來 我們要往美國這邊去猜 漫畫看 漫威是嗎 對對對 很像漫威那種 雷神索爾 我真的不行欸 好啦只能猜了好不好 等一下這些都是有名的是吧 他再三確定說對 所以如果我猜那種偏門 是不會中一個 我不知道你要偏到哪裡去欸 你是要偏到 因為美國最比較通常都 都比較偏門一點 我覺得我們就是沒辦法 我覺得我們都不會猜對啦 好吧 那你猜誰 Gashman 我剛剛有沒有猜Gashman 蘇柏特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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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就 你到底怎麼說美國什麼東西啊 你自己看 你在誤導什麼 我吵在那邊聽你 你等一下你自己看那個樣子 你怎麼可能是蘇柏特啦 他有可能幫我剛剛那個 真的是蘇柏特喔 蘇柏特他情場不得意欸 他長這樣才不錯啊 不可能他不可能長這樣 你跟他是朋友啊 你不可能什麼 這一定是長美國注意角 我覺得我沒辦法 我覺得你就是穿古裝吧 反正我有答對一題 好險 好蘇柏特呢 生於1797年的1月31號 是隨便做 1828年11月19號 他才活31歲 對 都沒有人叫他音樂聲通 我看他那個樣子已經過40歲了 你不要亂講 外國人比較早熟 他們15歲就看起來長這樣 欸 活31歲 莫達都活了都還比他久 對啊 最著名的作品就是什麼 尊羽啊 野玫瑰 魔王 對對對 他的藝術歌曲非常多 六百多首 好 浪漫樂派的代表說一下 好我們反正看他這個奶油小吃的樣子 竟然 Oh my God 我跟你講我知道他是誰 你真的假的 對 他有那個氣勢啊 好那我要猜 我跟你講他是德國人 欸我跟你講 我跟你寫同一個人 真的假的 可是你是小約翰吧 喔對 你寫的是理查史特老師 對 我寫的是小約翰史特老師 對 等一下 他為什麼要坐在管風行見面 管你屁事 這是管風行嗎 這是大劍行 這不是拉赫曼尼諾夫吧 你不用生氣 人家說是就是 你看他手這邊的 欸等一下 照你這樣講好像真的像欸 不是他傳記我還看過欸 然後你這樣子 裡面沒有這張照片啊 我們還史特老師 還理查 還小約翰 一直寫小約翰都沒有對過 我只要看不懂的人 我就小約翰 生於1873年4月1號 牧羊座 死於1943年的3月28號 享年69歲 我們對他最大的印象就是他 他比較接近禿頭了 坐在鋼琴前面 然後手非常大 有一張照片 可是其實想起來 那個照片跟這個照片的動作非常像 最著名的作品 鋼琴 concerto 非常有名 有人說是 他的第三號鋼琴曲曲 是世界上最難的鋼琴作品 對 因為他的曲子手會非常大 所以其實對於一些 我覺得亞洲手很小的女生來講 我彈非常少浪漫的東西 我畢業的時候想要跟老師講說 我想要彈阿奧阿奧美人 第二號鋼琴曲曲 但是所有鋼琴講的夢 那首太好聽太美了 就是常常被選為電影配樂 對 這裡放一點 但是老師說不行 你手太強了 你剛開始和尋下去就不好聽 因為我根本碰不到 我的手只能彈八度啊 我就跟阿奧美人絕緣 除了他的鋼琴三首鋼琴曲曲 還有他很多 校長曲 對校長曲 第二號 也常常被拿來用電影配樂 是一個非常有浪漫情懷的一個人 他就是浪漫月拜代表作曲 好的那很抱歉 今天這五題我們表現都很差啦 那至少我有對一題 一次對謝謝 你就 怎樣 穿著龍袍下去買咖啡 我穿著龍袍下去 所以呢 今天他這個懲罰呢 就是要去7-11 不是啦 是星巴克啦 7-11 然後我們要買一個便當 然後要加熱 跟他說 幫政把便當加熱 快去 還處在這幹啥 不是啦 是星巴克啦 沒有辦法不可以 可以 跟賭服輸 不是啊 好我們來投票 這裡有三個工作人員 要去星巴克的請舉手 要去7-11的請舉手 好對不起 Sorry 而且他的態度要從頭到尾都像正啊 手背到後面走 正 快 他要去7-11這樣買東西了 這是他今天的懲罰 誰叫他不讀書 等一下 什麼叫不讀書啊 不讀書 按了之後就能升降 你要進入這世界鎮 咱們這時空要轉換 我進入了嗎 你進入太好了 待會咱們就更進入那個 比商店 現在有一種東西叫7-11 沒東西挺方便 您就拿著錢 可是他說幫你震加熱的行嗎 是這意思嗎 是這意思 行行行行 走吧走吧 什麼口味是您選的 這得拿錢啊 拿錢 放在您的錦囊裡頭 放在您的錦囊裡頭 就沒有錦囊了 你就賠一貨 不錯啊 我告訴你 這到底挺舒適 挺舒適是吧 你看 你看 正從裡面拿錢啊 正付錢啊 銀子 銀兩 銀票 銀票 等一下因為要增加他的奇特感 所以你們就跟著他拍 我就不陪在他身邊了 讓所有人覺得他看起來更奇怪 不行啊 你別走啊 什麼啊 遠都服輸啊 你瞧你 怎麼一個男人都這麼過鬧 你 去吧 你別走啊 你別走是吧 欸我記得這邊有一間沒有人的7-11 我們要去這個吧 你知道嗎 這是全台灣第一間無人的7-11 But 我們要去的是永人 Sorry 正 走吧 自己走 你要自己走 你怎麼會走 智障 遇到神經病 智障 遇到神經病 今天能給你一個人表演 其實我不知道三位 應該可以啊 這個拍攝的時辰呢 要先申請 嗯 鎮就不吃加熱的便當 咱們 我喝咖啡 今天天氣有點炎熱 鎮感覺乏 給鎮來杯 怎麼 今天天氣有點炎熱 鎮感覺乏 給鎮來點冷脆咖啡 好 吃吧 不好意思鎮您就先忙吧 有粉絲要跟我合照 那您就微服出巡吧 鎮 鎮 今日 有點乏 是 想要來杯冷脆咖啡 請皇上幫您做大杯也可以嗎 大杯的行 冰塊需要幫您做調整 冰塊正常就可以 正常 是 幫您在杯身上面寫 皇上吉祥的杯 太好了 謝謝皇上 非常好 咱們現在用這個結帳是吧 是沒錯 皇上 這叫載具 載具是吧 載具 沒看過這玩意兒 因為這是我的載具 您花的是我的錢 該花 謝謝皇上 以前我真的 有沒有看到 這間尺度真的很改 這間尺度很改 非常棒 很好 全一個讚 好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訂閱我們 然後有任何問題之後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們會回答你 最重要就是記得 訂閱我們打開小鈴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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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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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